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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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也是很有必要的 前几堂课的时候呢 我们介绍了阿底下尊者的医生 以及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藏地广传正性的佛法 从而为藏传佛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在他元祭之后 主要有三大传承 延续了他的法脉 哪三大传承呢 隆敦巴摩医师和纳粹医师的三大传承 那么我们先来说说隆敦巴 有关隆敦巴的出生年表 就是说法不一 不管怎么说呢 他的出生年份呢 大概是在公元1004年左右 然后呢 这个源祭于1064年 所以呢 隆敦巴大概应该算是一位宋代人 那么有关他的出生地呢 在现在来说的话 是纳粹等当雄一代 由于幼年丧母的关系呢 他的这个继母呢 并不喜欢他 而且呢 对他百般的虐待 所以呢 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选择离家出走 跑到了康区 然后呢 就在那里呢 医治了当时的著名高僧 四尊汪秋许龙 那四尊 做下文法的那段期间呢 对吧 可以说是从早到晚 坐牛坐马 通过各种辛勤的劳作 以此来扶持上师 后来呢 还是在康区的时候 这个 这个 隆敦巴又遇到了一位 印度的班子党 有人说他是 他借此机会呢 学习了范围 不管怎么说呢 有一天呢 我们对吧 听说九五姐来到了藏地 住在阿里一带 所以呢 他从康区出发 一路徒步 靠着双脚 双脚走到了这个阿里 来找这个九五姐 拜师求法 而当他抵达布朗的时候呢 正好是九五姐打算启程 返回印度的两三天之前 可以说来的时间刚刚好 可见这也是他们仕途之间的缘分 不管怎么说呢 他们二人呢 当时一见如故 在 在这之后的这个故事呢 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大家都了解 那么在 九五姐缘迹之后呢 转敦巴先是把九五姐的遗物等 分发给了几位重要的弟子 接着呢 他就带着九五姐的弟子 来到了现在 拉萨市 唐古 唐古乡的这个热政 并于公元1057年 就建立了嘎唐派的祖庭 热政寺 现在呢 这座寺院还在 是属于格鲁派 就这样 转敦巴的 一辈子呢 以在家居士的身份 开创 噶当 广传佛法 度化众生无处 最后呢 就源济在热政寺 享年呢 61岁 转敦巴的医生当中呢 也有过很多的弟子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 就是人称 噶当 噶当 三师兄弟的三位 他们分别是大师兄 普琼瓦 他一直转敦巴的时间最长 大概是11年左右 二师兄 波多瓦 一直上市 五年七个月 再来是三师弟 尖阿瓦 一直 波多瓦 八年 也有人说啊 这个波多瓦 是三师弟 排名第三 因为他一直 转敦巴的时间最短 不管怎么说呢 这就是著名的 噶当 师兄弟三人 那么 在转敦巴 元祭之后呢 这三位师兄弟 便根据这个 九五节的传承当中 不同的这个修行内容 建立了三个噶当 宗派的分支 分别是经论 经论派 教研派和口诀派 那首先呢 我们先说说这个 噶当 经论派 这个法脉呢 是从波多瓦 这边流传下来的法脉 波多瓦呢 就可以说是在 噶当三师兄弟当中呢 对后人影响最深远 也是 是佛心事业最广大的一位 他在世的时候呢 门下的僧众啊 多达两千余人 而且呢 其中大多数 都已经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 做到了断除此生的修行人 同时呢 噶当派这个名字呢 也是由于波多瓦的事业的广红啊 才慢慢在人们中间呢 流传开来 然后呢 相遇藏地 虽然当时波多瓦的弟子众多 其中呢 包括著名的八大寿教弟子等等 但是呢 最广为人知 赫赫有名 被誉为如同日月一般的弟子 就是 夏拉瓦和 朗汤巴 那么后来呢 他们二人也培养出 很多非常知名的大弟子 比如说夏拉瓦的弟子 东东派派的住民寺院 拿堂寺 后来呢 就十二世纪初的时候 第一版 藏文大藏经 也就是藏文的 甘悠尔跟甘悠尔的编辑啊 就诞生在拿堂寺 总之呢 波多瓦的这个途中中啊 人才辈出 所以呢 嘎丹经论派啊 也是嘎丹派的这个传承里面 最新盛的一支 那么为什么叫做嘎丹经论派呢 因为他们的这个传承当中的这个核心内容 是建立在登论的教授基础上 发展出来的有关六部经论的 讲说教授 这六部经论被称为 噶当六论 是哪六论呢 包括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大乘庄严经论 五周菩萨的这个菩萨地 基天菩萨的这个入菩萨行论和极学论 圣庸菩萨的菩萨本身慢论 以及法旧的法旧 这些经论的这个讲说传承 就是嘎丹经论派的主要的修学内容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讲这个噶当教授派啊 噶当这个师兄弟当中的第二位弟子 菩萨瓦所留下来的这个传承 叫做噶当教授派 也称为菩萨嘎举 这里的嘎举这个词啊 虽然发音一样 但是跟我们四大教派当中的这个嘎举派呢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在这里只是表达 讲说传承或者教研传承的意思 那么噶当教授派的核心 主要是注重在实修的部分 菩萨瓦在世的时候呢 清传弟子当中呢 仅仅是出家僧人就有七百多位 而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 葛西陈玉瓦 然后呢 噶当教授派传承当中呢 留下来的这种教授和法脉 慢慢的逐渐融入到了 达布噶举的传承里面 所以呢 今天呢 已经没有一个独立的噶当教授派 但是呢 他的这种实修精神和法脉呢 都已经包含在噶举派当中了 接下来呢 噶当三师兄弟当中的第三位 大师兄 这个 普琼瓦 他留下来的这个传承叫做噶当口诀派 那么口诀派的主要修学内容呢 又比如 那噶当 十六名典的灌顶和教授 以及噶当师徒问道路的 讲说传承等等 因为普琼瓦他本人呢 就是一位 以实修为主的上师 所以呢 门下的弟子呢 相对比较少一点 当时呢 他们 当时呢 就可能只有二十几个人 但是呢 别看弟子不多 但是呢 每一位都是实修大家 后来呢 都成为了很有修为的修行者 而有关这个口诀派的这个传承啊 从波多瓦开始 尤其是这个噶当问道路呢 基本上都是一对一的这个单传 单传 所以呢 不是特别的普及 大概传承了几代之后的 这个法卖呢 才被慢慢的公开 直到后来呢 发展成了两条主要的法卖 一条呢 是有这个第二十包容不切 领受 然后呢 这个传承就被带入了 噶马嘎诀 另外一条呢 是由 第一是观音尊者领受 然后就传入了这个 格鲁派 所以呢 后来的这个噶当口诀派呢 也没有继续保留一个独立的传承 而是融入到了 噶马嘎诀和格鲁派里面 所以呢 以上是这三个传承 就是从 承登巴这里 开支 三叶出来的三个派系 再后来呢 宗喀巴大师呢 是主要在 噶当经论派的这个基础上 加上部分 部分的口诀派的这种 教授 然后呢 在两者呢 融合在了一起 又为 产世这个格鲁派的修行法门呢 撰写了 菩提道次第 将其发扬光大 从此呢 就形成了新的一个教派 人称 新格鲁派 或者用 他的另外一个名字的话呢 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 就是格鲁派 那么 这基本上 就是九五级之后呢 流传下来的 承登巴的一脉 那么九五级留下来的 第二条法脉 叫做什么呢 叫做三铺传承 之前我们也提到过 九五级有三大弟子 就是库沫中三人 那么这个三铺传承呢 就是从沃医师那里延续下来的教法 之前我们也讲到过 不仅这个沃医师 他本人很厉害 包括他的这个侄子 沃大医师 浪天系统 也是非常 有 就是 影响深远 非常重要的一位大德 他曾经翻译过很多的经论 佛性事业也是十分的广大 总之呢 他们叔侄二人呢 共同创立了这个三铺传承 然后呢 坐下曾有 弟子万语人 其中呢 四名为上手弟子 而在后来这个传承里面呢 也出现过很多藏地的知名论师和学者 所以可以说是三铺传承呢 可谓藏地学院派的这个奠基石 藏地佛学院的始祖 那么在之后呢 这个传承的这个教授和法脉 也慢慢地融入到现在的四大教派当中 尤其是撒迦派和格鲁派 所以呢 现在也没有一个独立的三铺传承 继承求解的第三个这个传承 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 说过的这个拿错意识 这个拿错意识的传承当中呢 也就是他的弟子当中呢 有一位主要的弟子 叫做 朗索巴 他留下来的这个传承 叫做下噶当派 或者拿错嘎举 但是呢 上堂课我们也讲到了 这个拿错意识的这个传承呢 后来呢 逐渐示威 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失传了 不管怎么说呢 噶当派的始祖是阿底下尊者 而这个宗派的创立者是 那么对吧 那么后来的噶当师 是三师兄弟啊 就是将这个传承呢 兴盛和广传的重要人物 之后呢 还有这个朗汤巴呀 夏达瓦 然后呢 且语瓦等等的大师 那个时代呢 可以算是噶当派的鼎盛时期 再后来呢 噶当派这个传承的 噶当派啊 也渐渐的汇入了 现在的几大这个教派当中 尤其是以噶举和格鲁为主 所以说虽然呢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独立的噶当派 但是呢 他传承当中的大部分的 口诀和教授呢 不仅没有失传 而且可以说是完全流荡在 藏传佛教的学业当中 我们现在学习的很多内容 尤其是那些最根本基础和核心的教法 很多都是来自于噶当派的传承 所以噶当派啊 作为整个后红旗 藏传佛教的奠基 当时在噶当派里面啊 也必然是人才济济 出现过很多位 就像是菩萨在世一般的大上师 他们对这个菩萨道的这个弘扬 对不同众生的度化和引导 要是一一道来的话呢 那都是各种让人拍案叫觉 又感人至深的佳话 之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慢慢细讲 那么这里还有 这里有一个小疑点 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困惑 而且这个疑点呢 涉及到对这个整个藏传佛法的 一个了解和概念的问题啊 所以呢 我觉得有必要借这个机会 向大家说明一下 什么困惑呢 之前我们讲到啊 纠结一名出家僧人 把道次第的法卖呢 全部传给了转部顿巴 而且呢 希望转部顿巴可以建立亲近的僧团 那转部顿巴呢 他不仅做大了 而且还做得很漂亮 可是呢 他始终都没有出家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把这个法卖 传给一个居士呢 一个居士又怎么能去建立一个亲近的僧团呢 这一僧一俗合理合适吗 我想 有些人会产生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个疑惑 应该是出于很多原因 但最主要的可能有三个 一个是文化差异 一个是对藏传佛教认知的这种偏差 还有一个就是对出家或者对戒律的认知和理解的不是很准确 我们先说说第一个原因 文化差异 在汉地啊 一说到佛教师父 很多人啊 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 就是和尚 出家人 披着袈裟的 拿着念珠的样子 一提到这个修行呢 就会想到看破红尘啊 红尘啊 然后呢 剪断三千 烦恼丝 断除七情六欲等等 类似的概念 或者说是 要是想要真正投入修行 那就必须得要削发维生 这才算是开始专业修行的第一步 所以呢 很多人可能下意识的 会觉得啊 出家人的这个境界 一定比在家人高 出家人的修行 一定比在家人专业 出家人 也一定比在家人亲近 甚至说 出家人本身 就已经跟成佛 尽在支持了 尽在支持 而在 而这个在家居士呢 怎么说 都属于业语修行者 所以呢 尤其是说到这个大师大德的时候呢 那更点是出家人 好像才像这样子 但是实际上呢 在藏地的文化当中呢 或者说是 很多藏族人 藏族人的观念当中呢 不是这样 就在这一点上 藏人和华人之间 可能从根本上的常识 和认知上 就有一些不同 怎么说呢 对藏族人来说的话 无论是修行者也好 上师大德也好 不一定非得是一位出家人 当然呢 藏族人也是无比的 敬仰和尊重 出家僧人 但是呢 他们不认为 在家的修行者就 不专业 或者说是 成不了气候 不能有所成就 那么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文化差异呢 那就涉及到第二个原因 对整个藏传佛教的认知 理解上的一些偏差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打个比方 假如有一个小朋友 想要成为画家 那当然从小时候开始 就要学习画画 然后呢 可能要报考学院 美院附中 最后呢 到美院学习 毕业之后呢 还可以去设计公司啊 或者一些艺术工作室进行 进修 然后实习 有了更多的深造的机会 那就他就 离这个成为画家不远啊 至少可以说是 他已经是一名专业的 美术工作者 出家僧人呢 也有点像这样 一个人出家之后呢 学佛修行 就成为了他人生的唯一要目 也就是生活的核心 换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一位专业的佛法 修学者 那佛学院和 或者寺院 就有点类似美术学院 或者工作室 可以供他进行 深造和研究 那么这种按部就班 规规矩矩的学习方式啊 尤其是在贤宗当中 是一种最常见 而且是传统的修学方式 尤其是在汉地 它被人民看作是一种最正规 正统的教育方式 所以呢 这样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很多华人汉族人 都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啊 出家人才是最正经 最清静的修行人 但是呢 再回到刚才这个画家的例子 我们也可以想一想 其实世界上 有很多画家 并不是科班出身 可能有一些呢 连学校都没太上过 更别说是美术学院 但是呢 这样的出身和学历啊 并没有影响到 他们最后所达到的 这个艺术造艺 和这个成就 比方说 我们都知道 达文奇 他可以说是这个 全世界公认的 最伟大的画家之一 那像他这样的艺术大家 大艺术家 还会有人去在乎 他是不是科班出身吗 或者有没有美院的文凭 或者学历吗 重点在哪呢 重点在于 绘画对他来讲 就是他一生的追求 和人生的中心 同样的道理 自古以来 藏地出现过 孰不胜孰的 没有出家的大成就者 他们表面上 像是在家居士 但是这些居士 跟我们印象和概念当中的居士 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一提到这个居士 很多人都会觉得 是那些 就是普通老百姓 有妻儿要照顾 有工作要努力 还有养家糊口的在家人 可能连 修个四家型 都要花上几年的时间 特别忙碌的 这么一个 就是在家人 但是呢 我说的这些 在藏地修行的在家居士们 他们是完全不同的 像转门钻巴这样的人 他们的修行呢 一点都不业余 而且正好相反 他们呢 用尽自己毕生的精力 用生命当中的每一次呼吸 去行持佛法 他们把人生中的每一分钟 都投入到佛法的修行和弘扬当中 我想应该可以说是没有人 比他们的修行更加专业 更加精进 也没有人比他们对佛法的推动和广宏 影响更为深远了 从在本质上来说 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 出力轮回的人 因为他们的心呢 已经真正的完全远离了世俗 实实在在的走上了解脱之路 也许可以说 他们是比很多出家人 都更出家的在家人 所以说这个剃度为僧 只是佛法修行当中的一种途径和方式 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形象形式上 而是要放在一个人的这个修行 修为上 作为一名真正的佛法修行者 他修的是自心上面的一种转变和转化 不是一种表面上的形式 表面上的变化 我们不要以为不出家就不能好好的专业去修行 尤其是在藏传佛教当中 在家居士和专业修行 这两件事从来没有 从来都是不矛盾的 所以说作为修行者 自心上的改变 修得佛果才是根本目标 并不是说只有出家的上师 才能成为正统清净的上师 我们不能用是否出家来评判 他的修为 在佛教里面 真正实际意义上的这种正统 规范和清净 指的其实并不仅仅是戒律的持守 而他指的是什么呢 就这里引出了第三个 我们会产生疑惑的原因 戒律 尤其是出家戒 别戒都戒的这个本质 实质是什么 当然出家人也分很多种 我们今天先不讨论这些分别 就只是先谈一谈出家到底意味着什么 戒律的根本意义是什么 所谓真正的出家是自心当中 从这个轮回里面解脱出来的一种想法 也就是说出家是要生起出力心 生起了这种想要从轮回当中解脱出来的心 换句话来说 就是看破红尘了 而这种看破绝对不是一种仪式 或者形式 不是说一个人受了出家戒 就等于是看破了红尘 红尘 这是两码事情 真正的看破呢 是一种心态和想法 想法呢 从来都是不拘于外在的形象 所以说 无论一个人 是不是剃度 是不是披上了袈裟 都可以生起 这种想要处理的心 那戒律是什么呢 戒律在制定的时候呢 是帮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们 去调伏烦恼的一种引导和辅助 就像是一根拐杖或者一个框框 来约束我们 因为无始以来呢 我们都很散乱 很散漫了 然后呢 通过持守戒律啊 让我们可以至少先从表面上 得到调整和这个规范 然后才能慢慢的断除烦恼 我们想一想啊 真正的解脱是什么 是从烦恼业力的轮回当中解脱出来 成为一个全然自在的人 那这样的一个解脱之人呢 难道还需要这些条条框框 一样的这个约束吗 一个连轮回都已经解脱的人 他还需要拒泼于这些戒条吗 所以说一位成就者 他已经从烦恼中解脱出来 那么就不再需要戒律的约束了 那根曾经 那根就是曾经引导他的这个拐杖 规范他的这些条条框框 也不再重要了 因为他已经是到达了彼岸 但是呢 也有很多成就者 大德文 他们为了指引教导我们 也会做出一副严守戒律的样子 从而呢 他让我们能够更容易的升起信心 也能以他们为榜样的去修行 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要知道 僧团的亲近呢 并不仅仅指的是 僧人都看起来都很听话 很正统的样子 那只是表面上的这个亲近 而真正的亲近应该是建立在一个人的心态和想法上的 所以说九国姐吩咐这个 这种对方建立亲近僧团的时候 他指的并不仅仅是要每个僧人都得做出规规矩矩 小心翼翼的样子 他指的是这些僧人要具备一颗真正想要去入佛法 想要处理的心 当然了 要在这个基础上呢 再做到持守戒律 那就是 那也是必然的 但是呢 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心念 只是表面上受戒 穿着袈裟 守着规矩 那不是九国姐所谓的亲近僧团 那么我们退一步来说 九国姐作为一位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一个上师之一 他并没有要求川普登巴要出家 不仅如此呢 还把这个整个法脉呢 传给了他 后来呢 川普登巴也不负众望 建立其规模可观的僧团 而他这些戒律亲近的出家弟子当中呢 也没有任何人 因为川普登巴是在家居士 而去质疑他 相反呢 他们对川普登巴都是全身心的去医治 对他的那种尊敬和信心 是我们很多人都不可企及的 不得川普登巴曾经说过 我曾经在受戒师那里得到了戒传 但后来呢 直到遇到热灵的那位老居士 我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戒 所以呢 他才是我真正的受戒师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以前呢 他在受戒的时候呢 并没有生起真正的出力心 然而呢 在遇到川普登巴之后呢 波多瓦才生起了真正想要 从轮回当中出力的想法 所以那个时候 才算是得到了亲近的出家戒 或者说是那个时候 他的这个别解脱戒 才算是真正的亲近 或者才变成一个真正的别解脱戒 就算是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 我们来回顾川普登巴的事业 我觉得可能在九尾节的众多弟子当中呢 要说传承 弘扬九尾节的法脉 可能不会有人比他做得更好 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川普登巴 就没有后来的噶当派 没有噶当派 那现在的藏传佛教 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 所以说无论是对藏传佛教的奠基 还是弘扬 藏传佛教的作用和成就 都是绝对无可比拟和无法取代的 他才可以说是真正名副其实的法王 当然呢 在这里大家一定不要产生误解 觉得出家不重要 或者说出家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绝对不是这样 我们不能说因为曾经出现过 没上过学的画家 那美术学院就不重要 不是这样的 美术学院是 艺术学习和研究的专业机构 没有他们 就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教学的传承 系统的理论教学和传承 同样的道理呢 佛学院 寺院是佛法延续的命脉根基 没有他们 法教的传承就不可能流传下来 更不可能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出家人 自古至今永远都是佛教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佛法 也就是佛法僧当中的一宝 僧团永远都是佛法的核心 就像之前讲到的 所谓的灭佛或者灭法 不是毁掉了寺院或者佛像 而是没有了僧团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讲 出家人都比在家人更为殊胜 因为比如一个人 假如一个人可以下定决心剃度为僧 就说明他至少有了想要处理和解脱的强烈愿望 他想要用他全部的人生去修学佛法 那么仅仅是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 很多在家人 相比起来就已经是望尘莫及了 所以不管怎么说 我们要记得出家人永远都是我们要尊敬礼尽的对象 僧团永远都是整个佛教的核心和灵魂 他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 也是不容置疑的 而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这个僧俗问题 只是说我们应该要了解 在藏传佛教当中 一位成就者是无谓僧俗的 我们不能以出没出家来定义他 或者判断他的这个水平和修为 这是非常片面 而且是不正确的 比方说我们的就是比如说 噶举的这个祖师 马尔巴米莱尔巴等等 他们都不是出家人 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因为米莱尔巴不是出家人 所以他不是一位好的修行人 或者说不是一位伟大的上师 而且我觉得 有人把米莱尔巴以就是一个出家人的形式来培养出来的好 我觉得他不会变成一个那么伟大的修行人 他得需要他自己的这种余切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培养出来 所以当我们说到这些上师成就者的时候 应该看到的是他们的本质 而不是表面的现象 我们不能通过外表来评判他的水平 更不应该通过形式来判断他的传承是否亲近 纵观藏传佛教这个上千年的历史里面 无论是上师修行者还是成就者 自古以来都是有僧有所 他们各似其职各行其道 但无论是个人的修为还是佛法的弘扬 众生度化的事业上 他们每一位都是藏传佛教当中不可或缺 举足轻重的伟大上师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应激世教的道理 这也就是藏传佛教的特点 他的独道和殊胜之处 说了这么多 希望大家在居士成就者这方面 能有一些新的认识和了解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 那就请大家多多见谅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继续讲登论 上堂课讲到登论的原文是梵文 有九五节的清传弟子 格维罗哲 从梵文翻译成了藏文 这也是唯一一部藏译本 后来呢 在这个基础上又被译成了中文 那中译本呢 就有好几个版本 比如说法尊法师啊 超一法师啊 还有如实法师等等啊 不同的版本 那么在这次课程当中呢 我们主要选取了法尊法师和如实法师两本 作为这个根本诵词来解释 大家在法本里面也可以看到 那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上堂课 讲到的登论标题 第一行是梵文 菩提巴塔 然后呢 才是译本的这个标题 菩提道登论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一下登论的总科判 也就是大纲 也就是大纲 登论可以总的来说 分为三大部分 一是论明之义 二是意者离赞 三是正文 那么第一部分 论明之义当中呢 有包含一下几点 第一个就是 梵文论明前置之音 就是原因有三种 第一个是真图报 第二个是出处可靠 第三个是梵文熏陶 那么上堂课我们讲了 论明之义的这一部分 论明之义的这一部分也讲完了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讲第二个部分 论明之义者离赞 论者离赞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句离赞文 不是由阿底下尊者写的 而是由他的藏文 论明之义者格为罗志所写的 那么这句赞文是这样的 敬礼 孟书师利童子菩萨 这是法尊法师的一本翻译 敬礼文书师利菩萨 这是如是法师的翻译 这句李赞文呢 从字面来看 就是向文书菩萨顶礼 那么为什么要在正文之前先顶礼呢 而且要顶礼的对象 为什么是文书菩萨呢 首先呢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开篇顶礼的原因 在古代印度啊 写论著书的时候 开篇都要先进行顶礼 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啊 就是希望通过向佛菩萨所提醒 来累积更多的福德 进而呢 就是在撰写 或者翻译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没有障碍 顺利圆满 比完成 因此呢 因此呢 在全文 其实啊 向菩萨请求 是为了得到 写作的过程当中的加持和 助用 另外一方面呢 在请求佛菩萨可以 帮助译者更好地了解 通道文中的内容和含义 所以呢 总的来说呢 在文章的开篇的顶礼 目的就是要通过其情得到加持 从而呢 累积福德 为了更好地去撰写或者翻译 那么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在登论治理呢 异者 顶礼的对象 对象是文殊菩萨的 以前在古印度啊 对于这个顶礼的对象呢 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所以呢 通常都是选择这位作者 个人比较喜欢或者有信心的对象 后来呢 这个传统呢 就传到了藏地 刚开始的时候呢 也没有特别的讲究 直到后来呢 一位叫做 来顶礼 比方说 如果文章是有关绿点的内容的话呢 就要在前面先顶礼 便知佛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佛才能制定绿点 其他任何论师 甚至包括声文大菩萨都不能制定绿点中的规定 那为什么佛可以呢 因为佛是变知 变知的意思就是说完全掌握了英国的一切信息 包括非常细微的部分 都能够完全的了知 所以呢 只有佛才是变知的 那么只有佛才能定绿点 所以呢 在这里要顶礼便知佛 那比如说 如果支部著作是有关小秤 这个小秤经典内容的话呢 就要在前面顶礼三宝 因为小秤经典呢 主要针对的是出家修行者 也就是比较基础的佛法 所以要先顶礼三宝 那如果经典的内容是跟大秤的教法有关的 相关的 那得要先顶礼诸佛菩萨 因为大秤教法主要针对的 就是行持菩萨道的修行 所以要顶礼诸佛菩萨 再来呢 如果支部著作是阿毕达摩的话 就要顶礼文殊菩萨 为什么是文殊菩萨呢 虽说所有诸佛菩萨的智慧呢 都是平德的 但是呢 从显示显现上来说的话呢 就是文殊菩萨是智慧的化身 化现 而阿毕达摩呢 主要是论述 主要论述的就是 有关游漏无漏的智慧本性 所以呢 在阿毕达摩前面呢 要先顶礼文殊菩萨 最后呢 如果支部著作是有关密称内容的话 那就要顶礼秘密主 那秘密主是谁呢 其实就是金刚手菩萨 秘密主是他的别名 他实际上就是秘教的集结者 以前卡丹拜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秘教只有通过秘密修行才能成就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们就要顶礼秘密主 金刚手菩萨 那么这个秘乘的保密措施啊 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这个 曾经说过 就算是通过同一个谈诚而入门的师兄弟 在讲说密序或者同一个成就法的时候呢 两个人呢 都需要分开来进行分别的讲说 不管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根据文章内容的不同 就要顶礼不同的对象 那么在灯论这里呢 顶礼的对象是文殊菩萨 所以也就是说灯论是一部阿毕达摩吗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因为刚才也提到过 阿毕达摩是主要讲的就是有漏无漏的智慧 而灯论呢 不仅讲到了得到世间人天国味的方法 而且也包含了有关正德初世间三秤果位的教授 尤其是大秤贤密的果位 所以呢 灯论可以算是阿毕达摩 但是呢 其实有关阿毕达摩的具体含义和范围 说起来有点复杂 我们在之后的这个课程里面会仔细讲解 今天这样子呢 我们先把阿毕达摩 理解为对佛经的论诅 论试论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仔细讲解一下 这句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 我们来逐个解释一下 首先呢 第一个词 净礼 净礼在这个范文中是南无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南无 就是恭敬 虔诚礼拜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南无 释迦摩尼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等等 那么有关这个 净礼的方式啊 根据不同文献 经典当中的这个记载 有一些不同的这个 这个阐释和分类 今天呢 我们先讲一讲 比较基础 普遍的 礼敬方式 就是通过牲口一三门 来进行非常清净 恭敬的顶礼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普遍行愿品当中啊 就有非常清楚的说明 我已清净身于义 一切便离 尽无余 这就是牲口一三门的顶礼 具体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身顶礼 身顶礼就是行为 肢体上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和掌啊 跪拜等等 其实呢 关于和掌这个礼节啊 很早之前 在古印度就已经出现了 用来这个表达尊重 尊敬的意思 那么后来呢 佛教也引用了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这个顶礼 身顶礼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也比较容易做到的 那么与顶礼呢 普遍行愿本当中说 各以一切阴生海 谱出无尽妙言词 尽于未来一切解 暂否深深功德海 意思就是说 要用各种优美赞叹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观看